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今天上来啊,我就想跟大家说说这个服装的事 有时候呢,你在这个镜头里面啊 你看到我的只是这个上半身 有时候你可能会误解 比如说我昨天发的那两个视频 然后大家就误解了我这个衣服 觉得呢,你穿一个那么透的一个衬衣 然后里面就穿一个胸罩 就有点不庄重了吧 实际上不是你想的 实际上不是你想的 这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说明你所看到的,你所认知的 不一定是事实的真相 不一定是事实 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那件衣服 这件衣服是这样的 这件衣服是这样的 我昨天是这样搭配的 它这个里面呢 是一个背心 是一个背心 然后这个地方也蛮高的 很庄重的 然后外面呢是这种 是这种那个透饰的这种衬衣 确实是透饰的 确实是透饰的 这个牌子是ZARA的 ZARA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牌子 就是这样一件衣服 没有什么不庄重的 没有任何不庄重的 我今天的这件衣服呢 没准大家也会误解 然后我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能会误解 你穿一个这么镂空的 然后里面就是那个露肉绕 没有里面不是肉绕 里面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背心 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背心 是一个这样的背心 然后我觉得是这样穿的 也蛮优雅的 不是你想的 还有前两天呢 我那个70号那个视频 我穿的那个也是一个背心 那个也不是睡衣 那不是睡衣 那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蛮优雅的一个背心 它里面是一个绵的 就是肉色的一个绵的 然后外面是一层 也是薄纱的那种 很漂亮 不一定哪天 没准我要拍外景的时候 没准还会穿到它 就是说 事实啊 往往有时候不是你想的 不是你眼见也不一定为时 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 尤其是你在镜头里面看到的 不一定是真相 英文有一个词叫 Jump to conclusion 你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你往往你不去了解 你不去了解它的层面 然后你就再下一个定义 有的时候那个结论呢 有的时候是错误的 有时候会冤枉人 有时候会冤枉人 包括我们对郭文贵的认识 包括我们对王雁平的认识 包括我们对刘雁平的认识 包括我们对唐百桥的认识 包括我们对张立凡的认识 包括我们对夏业良的认识 甚至包括我们对王岐山的认识 包括我们对共产党的认识 都会有偏差 我们带着一个客观公正平和的心去看 都有可能会有偏差 更何况你带着很强烈的情绪 很强烈的敌对的情绪去看 那这个偏差是必然的 昨天呢 我说了那个李先生那个案子之后呢 有很多人联系我 有很多人呢 很同情这个李先生的遭遇 觉得呢 那个教授实在是有点不地道 反正从李先生这个叙述 如果我们把它当成全部的事实的话 李先生 这个教授确实是 确实是太不地道了 他把人家李先生害得好惨啊 真的是害得好惨啊 有人人还说呢 这个李先生啊 太宁了 太宁了 然后医生输了就输了 以一个平常的心态来对待 医生你输了 然后就不要再去上诉了 更不要再二次上诉 这件李先生这件事呢 我觉得他不应该再去那个纠缠上诉 是因为他那个医审啊 不是说那个 不是说法官判错了 不是法官判错了 如果法官判的是正确的 上诉是没用的 上诉是没用的 不是因为说李先生他执拗就错了 执拗不一定错 但是呢 这件案子李先生再上诉 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今天呢 我还想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案子 在介绍之前呢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毕竟知识 毕竟知识呢 就是中国的审判制度 是两审终审的制度 就是说你一审判完了以后 你上诉 二审的那个判决是一个终审的判决 两审终审 你不能再上诉了 这应该也是 中国有一个发挥重审的这个制度 的一个原因 在加拿大呢 不一样 加拿大呢 你可以一直上诉 一直上诉 直到最高法院 今天我想讲的这个案例呢 就是一个 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的一个案例 我在我的视频当中呢 有很多次我就说 加拿大 要提供有偿的 这个与加拿大移民局打交道的 这些个移民服务 只有两类人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 一个就是你持有加拿大移民顾问执照的人士 第二个就是加拿大的律师 只有这两类人才能提供 加拿大的有偿的移民服务 当然你要是无偿的 说你姐姐申请加拿大 然后你来帮助她 这也没有问题 这也没有问题的 或者说你同学 对吧 你已经移民到加拿大很多年了 你同学想申请加拿大移民 你就帮她来办 然后是不收费的 这也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是说作为一个职业 来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你就必须得有执照 你或者有这个移民顾问的执照 或者是你有律师的执照 加拿大呀 给这个移民顾问发执照 加拿大给移民顾问发执照 他那个是从2004年开始的 那为什么会出现了发执照这件事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 有一位呢 这个Mr.Mangat呢 他来自于印度 来加拿大之前呢 他在印度是印度的法学院毕业 毕业之后呢 在印度取得了律师的执照 在印度做律师 做多少年我不太清楚 他从1986年开始 他在加拿大 他和他的一个 他和他的一个弟弟 在加拿大建立了两个这个 移民这个移民顾问公司 他呢 他是在温哥华 然后他弟弟呢 是在多伦多 他们两个分头 建了这么两个移民顾问公司 然后就开始提供这个移民服务 他提供的移民服务呢 是全套的 一般的来说呢 提供的移民服务都是全套的 我一开始提供的移民服务 也是全套的 后来呢 就专门focus某一类 什么叫全套呢 就是跟移民法有关的 这一类的案件 包括你的申请 申请包括那个短期签证和长期签证 什么叫短期签证呢 就包括来旅游啊 来那个商务考察呀 你来探亲啊 访友啊 这些 还有你来那个学习呀 你来工作呀 这些都是短期签证 你有一个期限 你到期 你要是回你原籍的 另外一类呢 叫长期签证 就我们通常所说的移民 这当然包括投资类的呀 家庭团聚类的呀 独立的技术移民呀 独立的技术移民 就是没有任何人担保你 其实投资类的也是独立的技术移民 就是这是申请类的 还有一类呢 是诉讼类的 就是在加拿大的境内 如果你这个签证到期 短期签证到期 你不走 移民局把你抓了 投到了这个移民局的拘留所 然后之后就有一些个听证程序 这时候呢 你就需要这个专业人员来帮你 移民顾问就可以做这件事 当然律师也可以做这件事 还有呢 如果说你的申请被拒了 你可以上诉 这个上诉的程序 你也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忙 还有呢 就是那个难民 难民和政治庇护 这些呢 也是你需要 也是一个庭审的程序 你也是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忙 所有的这些就是全套的移民服务 当时呢 这个Mr.Manget和他的那个brother 他们就来提供这样的全套服务 从1986年 他们就开始提供这样的服务 在他们提供这样的服务之前呢 基本上都是律师在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他提供了几年这样的服务以后呢 其他人也都有出现 别人都向他们学 都向他们学 有出现 包括中国人 因为在这之前啊 都是律师来做的 那在这时候呢 逐渐的 律师协会就觉得 这些人呢 抢了他们的生意 他们蛮气愤的 在1994年 1994年 我们的BC省的律师协会 BC省就是温哥华所在的那个省 的律师协会 我再介绍一个那个背景知识 就是加拿大这个法律啊 每个省和每个省不一样 律师的执照 是按省来分发的 它是由这个律师协会 来自我管理 自我管理考核 发放执照的 那个每个省发放自己的省的执照 如果你持有BC省的律师执照 你不可以到多伦多 去职业做律师 你也不可以到这个曼省 来职业做律师 就省这个律师只局局限于你这个省 那1994年呢 BC省的律师协会就起诉这个 Mr.Mangert 起诉他 要求这个法庭禁止 非律师的人员 来提供有偿的移民服务 1997年 BC省的这个一审法庭 做出来了一个判决 就是禁止 非律师的人员 来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这个决定做出来之后呢 这个Mr.Mangert呢 她就不服 她是上诉 1999年的11月 上诉法庭 就做出来了一个决定 就是撤销了 一审的这个决定 那撤销之后呢 那个律师协会 她又不服 律师协会 又向最高法院 提出了上诉 这是1999年 2001年的时候 最高法院 做出来的决定 驳回律师协会的这个上诉 驳回上诉 维持二审法院的那个判决 就是Mr.Mangert 以及就是非 非律师的人员 可以 可以 在授权的情况下 提供有偿的法律服务 我以前介绍过 加拿大是判立法 法官的判决 就是法律 法官做出来一个这个判决之后 移民局就牵头 牵头设立了一个机构 设立了一个机构 也出台了相应的法律 来规定 就是移民顾问这个行业 从现在开始我们发放执照 什么样的人可以申请这个执照 什么样的人可以考这个执照 怎么考 怎么取得 取得之后 然后如何管理 这么一系列的 出台了这个法律 在2004年的时候 这个机构就成立了 开始法方执照 这是加拿大这个移民顾问 有执照的移民顾问的一个由来 这是Mr.Mangert争取来的 由这个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你这个人啊 你要坚持 你认为Eason不对 你就上诉 你认为你上诉庭不对 你还往上上诉 到最后有可能就赢的 到最后就可能就赢 Mr.Mangert在面对 面对BC省律师协会 这么一个强大的机构的时候 他并没有被吓倒 他坚持 到最后改变了 这个加拿大移民服务行业的一个局势 我们中国人啊 有的时候呢 就喜欢把有些人就是坚持 坚持真理坚持自己的观点 叫做爱抬杠 爱抬杠 抬杠这个呢 就是多数是一个贬义的词 我的观点是呢 这人啊你要是认为是真理啊 你应该坚持 真理应该坚持 抬杠也好 辩论也好 这都是 这都是没有什么好指责的 没有什么好指责的 但是呢 你有的时候呢 你不去辩论去骂人 去骂人 然后这 这就不对了 那就不是辩论了 再要是辩论的时候呢 心平气和的去说 心平气和的去说 不要急 再要是呢 不要由这个辩论呢 变成了对人的攻击 这也不好 再要是呢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往往呢 不是很 不太善于去尊重别人 不太善于尊重别人 有的时候别人呢 是那样的观点 如果你发现呢 各执一词 就不要再坚持了 他是那样想的 他有他的道理 你有你的道理 既然说不服 就互相尊重对方 互相尊重对方 还有呢 不要对一些个个人的选择 横加指责 你比如说我那个 前两天 我说的我的那个案例 有人人就指责 哎那么点钱 值得去那个 去叫那帧吗 什么的 这是人家的选择 人家的选择 人家花时间 人家花金钱上庭 有他们的考虑 你不用去指责人家 有好多事情 你还不理解 你还不了解 有好多时候呢 有的人呢 他就是宁 你说我超速了 我没有超速 或者你觉得我停车 停错了 我就是不服 我就要到法庭上去说一说 金钱是另外一回事 还有的时候呢 这交通告票这事啊 因为他牵扯到另外两个问题 一个呢 就是你留下案底 你留下记录 如果你这一次 你留下 你就把钱就乖乖地交了 你留下记录 当你下一次 你再出现一个 你去argo的时候 那个法官会考虑说 哎你上回有一次违章了 然后呢 会影响到这次 对你的一个判决 你有那个记录和没记录 它不一样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中国也一样 有时候他给你开一个罚单呢 不光是罚钱 他扣点 扣点 如果你的点 你扣多了的话呢 你会失去驾驶执照的 在中国呢 公共交通比较发达 可能有车没车的 自己有车没车的 问题也不太大 因为加拿大呀 特别的低广人稀 公共交通呢 不是那么的发达 因为我们人少 坐车的人少 所以那个车次也少 不是那么发达 你要是自己没车呀 特别困难 你要是没有了执照 没有了驾驶执照 你就不能开车了 相当相当的不便 所以说呢 有的人呢 他就 基本上 就在三方面的原因吧 让他们就是 regardless 你的律师费有多少 他们一定要去打的 我就建议大家吧 有的时候 你 不要着急去 就是 不要去 英文有一次叫 扎着批跑 你不要去 评判别人 你知道吗 你说事 你可以说事 不要去评判别人 说有一个 你不理解的事情 就 看高 或者看低 都是不对的 看高和看低 都是不对的 我为什么退出 这个政治这件事呢 我觉得现在 就是 昏了头了 大家都 那光贵 有些人把光贵 都看成神了 就觉得这个 昏了头了 就没有必要 再去说那件事 没有意义 其实你要说 说一件事情呢 那些个明白的呢 你可能你说一句 他就明白了 那些个不明白 不同道的人呢 你就说一万句 他也跟你抬杠 他还甚至跟你对立啊 所以说 那个没有意义 我呢 还不如转而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 加拿大是什么样子的 让大家了解了解 我觉得这两天呢 虽然说 我的点击率下降了很多 但是呢 其实起到的效果 反倒比 我以前做那个 关于什么光贵啊 什么的那些 我觉得比那个 起到的效果 要更好一些 大家从我这呢 就学到一些东西 还有引起大家一些思考 有一个朋友呢 我就觉得他还是那个 不过他本来也应该 也是一个很明事理的人 他说我看了你这个以后呢 我以前曾经申请这个旅游 签证被拒 然后我就想呢 这个我不应该去怨 怨他们 因为他怎么知道 我是真心想去旅游 还是假心想去旅游呢 如果他判定说 我不是 我有移民倾向 我不是真心想去旅游的 那只能说 我没有去 我没有把我的心计 完全的表露给他 觉得这位朋友 真的是这样想的 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大家都应该是这样的 好 今天就跟您聊到这里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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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